給我一個問 啊可以不可以 廖柯奕聊八天閃婚 被控劈腿欠錢 狠心訪問前任 我們算交往嗎 可以可以可以 所以可以這兩個字 是在叫我可以 還是說聲音可以 聲音優質 主持功力優質 PR99怎樣都很可以啦 曾經獲得兩座金鐘獎的 新早節目主持人廖柯奕 去年被爆跟結婚 九年的老婆魏佩玉婚姻觸交 阿七號類突然曬出婚戒 驚喜宣布再婚主持人 主播秦琳謙 對於這份愛 我願意勇敢 願意支持 也願意給出我這輩子 往後的所有時間 而這種喜悅的心情 是打從心裡面 好 我覺得這個東西 是講不得的 廖柯一安的秦琳謙 兩人都曾有過一段婚姻 2016年秦琳謙陷入桃色風波 被前夫帶著征信社 破床抓姦 與淡水小心入安德烈 共處一室 雖然類秦琳謙否認爆料 澄清沒被抓姦在床 只是在聊天 還是被前公婆索討250萬元 不給錢就要將影片外流 讓她神敗名烈 哇 哇 而廖柯一呢 也在再婚秦琳謙後 被A小姐爆料劈腿又閃婚 她稱自己跟廖柯一交往一年 去年11月開始同居生活 廖柯一承諾年底結婚 訊息更甜言蜜語 喊她為老婆 直到上週才從社群發現 秦琳謙的存在 對方直白表達已經結婚兩個月了 阿廖柯一被質問也才坦承 前陣子只聊過8天左右 我們結婚了 而且連婚紗照都火速拍猴 A小姐心碎表示 這一年租房子 還有生活大小負擔 都是我付出 沒想到啊我什麼都不是 秦小姐才是對的人 對聚時廖柯一卻很心反問 我們算是交往嗎 A小姐稱廖柯一做賊心虛 搶先爆料 還威脅她不准說出相關事情 否則要公開她的個子 令她非常心寒 被踢出局的A小姐 希望廖柯一好聚好散 緩清借款 登門到廖家跟廖媽媽說清原委 廖柯一才在這週一出面 把前後80萬的欠款還清 對此廖柯一回應 回復單身一年的時間 在近期遇到了 認識十多年的林芊 我相信是一明白告知對方 所以心聲不滿來爆料 她前陣子也有在我老婆那邊留言 所以林芊也知道這件事 11月20號有媒體 在北留言亞蘭演唱會 只集到廖柯一與秦林芊緊緊相依 但是根據A小姐所說 當天廖柯一明明主動報備 是跟曾國城一起去的 希望你不要隱色 阿對了廖柯一還爆出 其實是跟前東家亞洲旅遊台 某位女副總交往 對方得知廖柯一閃婚後 透露其實她在去年離婚前 的確就追求我 之後我們就在一起 現在看她這人真的滿扎的 還有誰 哈囉大家好我是何浩晨 哈囉大家好我是李柯一 哈囉大家好我是柯舒瑤 哈囉大家好我是依依潔 哈囉大家好我是依依潔 一直覺得 庶女座跟水瓶座應該蠻不合的 真的嗎 對對對 可是我還聽 看什麼看 看見了 快 看 我 看 這 看 我